尾場第10場三班跑千四 這場一起步,見到今期莊架起琴 而元朗之星的前速就很快了 潘頓推兩步,輕鬆帶到頭,貼到懶 上季有時候會搶口 潘頓放長姜誠給他順久 點頭雖然是比較多 仍然有再放鬆一點的空間 不過已經做得很好,相對上季來說 身邊有幾里紅星 這隻馬一向有遮擋,比網空好 但今場就排外檔,沒辦法 所以切到過來已經算是這樣的了 而這個鏡頭呢,見到無心碎眠 這場的大月滿 一路走著三疊,又是梅拉 又邁不來,那又... 還有一些暖龍,加上隔壁 還有共同勝利,簡直是暖龍的共同勝利 一路攪著他 有一點搶口的無心碎眠 加上一路全形望空 直路騎下去就沒有了 莫尼拉也解釋不到,希斯也也解釋不到 健康沒問題的,不幸中的大幸就是 至於頭馬,善露光輝,很漂亮的位置 守著元朗之星後面 這隻馬現在又學會追馬 而且他沒段時間是理想的,善露光輝 他沒段時間做了一個22秒59 表現是相當之好的 以他這個年紀來講 甚至乎因為他年輕的時候 他一條氣放,可以贏到一班 但是呢,現在年紀大了,轉7歲 反而他開始學會流力 現在追兩步都沒有問題 這個位置,元朗之星其實大了一點 不過善露光輝一出來呢 就拿正的平衡 旗內已經有了 已經過了 那麼在他身後就... 所以呢 善露光輝和元朗之星 是一起打掉其他對手的 那麼在他們身後把他三安中 就已經輸了兩個幾碼位了 那就是換句話說 如果元朗之星有進步的話 善露光輝呢 這種就真的叫回光勇 揹著他頂綁這樣贏 那麼他回到二班 都不是沒得競爭的 以他現在這個水準 但是當然啦 他去到這個年紀 就不會期望太厲害了 但是看看顧冬妮會繼續安排他在沙田跑 還是安排發育谷呢 那麼如果以他現在的疆口穩定來說 其實發育谷他跟人跑也沒問題的 相信 那麼至於元朗之星呢 就... 輸了給他跑得這麼好的善露光輝 其實他自己都... 見到他在那個三安什麼重磅 都一段時間的了 那麼有些瓶頸位 那麼... 但是如果再可以放鬆一點點呢 那麼絕對有能力 贏馬上二班的 至於他後面安重 就全程貼難了 賺了個 省了點腳情 那麼所以呢 不過他就加速力就不一般 因為這隻是長途馬來的 所以就逐步攬 攬到第三回來了 幾點紅色已經零弱了 那麼... 他加程 跑到1,000、1,000、1,000 甚至2,000 逐步加上去呢 就一直都值得留意的 安重這隻馬 那麼... 而在安重後面 看到這隻初出威逆飛遲 那麼... 你看到這幾個會打下去的 黃三這隻 在肌肉腔後面那隻 中一下中一下 那隻馬都... 還沒得到平衡 真的很生涯 都能夠... 撲近一點點 那麼... 可以看到他前景不錯 而外面專一呢 跑姿勢比較差的 這隻馬 但是就有一段萬驚的 不過似乎三班是比較下風的 那麼... 其他幾隻都... 正本開心 再次失望 真的好像證明他三班 已經是不夠跑的了 真的... 旁邊包包幣呢 鑽利時馬房第一次出 那麼... 其實... 直路呢 他騎下去就沒有了 這裡打下去了 鑽利時馬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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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不是他在爆 não 這樣可以 нат然 消失可以 那其他就... 沒有什麼特別了 那一場的推介馬呢 就是鑽利時馬 ninth 和 win 贏 玩樂 不要和